好,那我們認識一下各位手邊的 您可以拿起來,也可以跟我一樣看這邊也沒關係 好,在這裡 放大一點 這個Smart呢,您手上拿到之後 我們先看這個簡報裡面好了 它上面呢 首先 您可以看到有內建三個元件 一個是左上角會有一個三色LED燈 有一個三色LED燈 另外它的右上角 這就是我們講的光影電阻 光影電阻 其實像光影電阻 您在看一些小夜燈 你都會看到它 另外還有一個在哪裡 在下面 有一個小小按鈕 就是您在USB的旁邊 有一個很小顆的按鈕 老實講是不太好按 但是真的是一顆可以按的按鈕 好,這是它內建的三個 就是我們所謂的感測器或元件 再來呢 在這個裡面呢 您可以看到我們的右手邊 右手邊 它裡面有提供兩個電源 兩個電源 一個是VCC 就是5伏特的 在這邊 有沒有 VCC 5伏特的 另外還有一個電源 3.3伏特的 也有 各位 所以各位 順便考一下各位 請問USB提供的電源是幾伏特 5伏特 對嗎 5伏特 所以就是這兩個 有3.3和5伏特這兩種電源 另外呢 因為它板子比較小 所以您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提供的腳位 相對比較少一點 也就是說 你可以直接插在板子上 可以插那個空間比較少 比較少 比較少 所以如果您真的要比較多的話 就要透過麵包板 等一下好像我們延長插座要把它延伸出來 你才可以插比較多其他的裝置 那再來就是 因為有些可能 對這個電路板不是很了解的 第一次接觸的 我們再順便看一下 您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的號碼 對不對 很多號碼 那首先呢 這個 您有看到有毛毛蟲的 這個有毛毛蟲的 這個是所謂類體訊號的PWM的 那它目前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它上面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三色LED燈 所以這三個其實就是跟上面有關係 所以平常我們如果沒有特別需要 比較不會特別插到這邊來 因為你插到這邊 這邊的燈也會跟著亮 也會跟著亮 因為它是同一個 就是腳位 所以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再來其他這些就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這些數字的都OK 那上面這一個呢 上面這個光明電阻 就是我們上面這裡 AD 這裡就是 內建就是用這裡 所以這個腳位我們平常也不會用到 不會特別插到這邊 因為插到這邊就會受到它影響 就會受到它影響 除非你有特別的需求 這樣子 所以這樣OK嗎 那麼你看真正的 看的時候呢 在這裡 好 你看左右邊有沒有都有貼紙 好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這樣 那您 就是 後面這裡呢 有一顆藍色的燈 這個是電源的燈 所以你插電之後它就持續會亮 所以LED燈不是這一顆 不要找它 反正這個一定會亮的 所以我們翻過來 這也是像這樣子 OK 那您認識了之後呢 我們往下看一下 那你的 這個 Smart 我們要控制它 因為透過網頁 您現在插進去 我先給您看一下 標準的 標準的您這樣子插進去之後 您會看到它會先亮紅燈 有沒有 會先亮紅燈 開始閃爍 開始跟我們的Wi-Fi連接 如果有連接什麼熄滅之後 我會亮一下綠燈 最後 您所看到的就是這樣 沒有亮的狀態 就表示 你有連到你這邊的Wi-Fi環境了 如果你打開之後 它一直還在什麼 閃紅燈 或最後就是 紅燈很亮 那就表示 你可以回家了 因為沒有連上Wi-Fi 有沒有人是紅燈很亮的 你先插上電沒關係 你先試看看 因為我們現在大概現場差不多20台 20台 所以 我們前面有一台 有兩台Wi-Fi 但是 因為這邊的開發板 都已經設定好 連到 我們創科機這一台 所以 旁邊那一台 這一台 我專屬 因為你們的都設定好 所以不會用到這一台 所以 Webduner第一個要用的就是要先把Wi-Fi環境先解決掉 你才有辦法去控制它 有沒有人 你的紅燈是很亮的 插上電之後 你看到的最後情況應該跟我一樣 就是最後 只有後面這個有亮 外面這個是喔 這樣洗燈的 好 這樣既然沒有問題 我們就往下看一下囉 那你現在有連上Wi-Fi之後 另外的動作是 那麼多 Smart 到底你們家會叫什麼名 這很重要 你看一下你們的那個盒子 我不知道你們的盒子上面有沒有寫 有沒有一個號碼 有嗎 有對不對 有的是在那個紙上面 好 紙借我一下 這樣 喔 這紙很大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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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嗎 那一張紙拿出來 裡面有沒有這個號碼 每個應該都有吧 但是要請各位留意一下 有分大小寫 有分大小寫 所以 那個 你們要自己特別留意一下 因為有的那個字 容易大小寫 比較容易混淆 好 所以稍微留意一下 像這個 這樣都有找到 好好好 OK 所以這樣子 Wi-Fi環境有了 也知道你的寵物叫什麼名字了 我們當然就可以控制它 這樣有就可以控制它 這樣沒問題 好 好 所以先認識了我們 Smart的部分 那個 基本資料之後 那麼其實呢 你如果打開Wi-Fi的話 你還會看到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 各位的裝置名稱叫什麼 不過這個沒關係 等一下我們後面再看就好 那 沒有寫 你的沒有 欸就 裡面有一張紙 沒有寫 沒有寫喔 盒子上面 盒子上面有 紙的上面 也沒有 紙也沒有 對他剛剛講的是紙 對對對 啊 那你太好的 你拿到 不用的 全新的 全新的 那各位呢 如果你是 直接去購買的時候 因為這個ID 就是你剛剛看到這個ID 並沒有 在那個 裡面 你要自己取得 所以說 如果 假設回去 你有想要自己購買的話 你要看一下 它上面 有一個叫做 初始化的動作 好 那因為這個我們已經做完了 各位就不用做 好 各位就不用做 好 那我再往下 那麼 WebDuno 另外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您如果到哪 官方網站去看 你會發現 教學非常豐富 教學上非常豐富 所以你看我進到 WebDuno官方網站 您進到這邊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 這裡有個教學範例 教學範例 裡面呢就有這麼多 很多的文章 那每一個點進去呢 比如說你要看我們 Smart相關的 點了之後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 初始化的動作 它寫的都很詳細 所以應該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比如說我要看這個 按下去 好 你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都寫得很清楚 對不對 所以應該還好 那 左手邊呢 也有這個目錄 也有目錄 如果要看其他教學 就可以這樣 回去的時候可以自學 可以自學 這個是WebDuno另外一個優點 好 那麼了解這些之後 我就先這一段 當創作 感谢观看